郑老弟 有件事情我得和你实话实说 我这边荔枝的供应量 已经接近饱和了 收不下你这么多荔枝了 你得再找找其他的销售渠道了 收购量饱和 吃不下了 我们沉香市是荔枝产地 供大于求 得亏我路子广 把这些天收购上来的荔枝 都卖到其他市去 但现在我在其他市的合作伙伴都说 供应量够了 不能再收了 唐正大哥 辛苦你了 剩下的荔枝 我会想其他办法卖出去 大壮老弟 及时向荔枝滞销的情况 不管是哪一年都会出现 各家山头的荔枝 往往能卖出去个五六成 就算是不错了 你这西山的荔枝 经过这些天的走销 也卖出了七八成 你已经赚了很多了 唐正大哥 我明白你的意思 虽然现在西山上的荔枝 已经卖出去七八成 但剩下的冷城荔枝 满打满算 也还有十几万斤左右 连唐正都收不下 相信十里八乡的散户手里 也还有余货 也不会愿意烧 难道真的要让这十几万斤的地址 都烂在树上吗 高叔 您找我 大壮 我还真有件事情需要麻烦你 电话里不好 您说 带着你那个开茶楼朋友一起来吧 高叔 那我们明天去找你 我们当面说 行 你明晚过来 我正好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我找不到水果小龙 说不准这位高富县长能找到 毕竟高富县长认识的 富商名流更多一些 第二天一等 我送完学生餐后 就来到了吉祥茶楼 大壮弟弟 再过两天 就是那位市里老前辈的寿雁了 你的香菜菜谱决定好了吗 如果决定好 就得赶紧告诉我 我好去备食材 准备好了的 只不过是一顿香菜寿雁罢了 这是菜单和所需要的食材 你去筹备吧 剁椒鱼头 需要拥鱼鱼头和剁椒 腊胃和蒸 需要腊猪肉 腊鸡肉 腊鱼 这香菜需要这么多特殊的食材 做法恐怕也十分繁琐吧 你真的会做 只要有食材 我就能做 你赶紧去准备吧 像腊鸡 腊鱼这些食材 得提前准备 柳莹知道我说的不准 当即就让周相去准备食材了 这时 我又递了两张信纸给柳莹 大壮弟弟 这是 之前那道脆皮烧鸡 我看茶楼饭是卖得很不错 又想了几道创新菜 给你拿去用 等吉祥茶楼的规模再大一些 可以把饭饰模块分出去 专门搞一个吉祥酒楼的品牌 专门做饭饰 蒜香排骨 糖醋土豆 金钱蛋 灯笼茄子 隔离虾滑 都是改良过 还有我没见过的新菜式 大壮弟弟 让你当吉祥茶楼的股东 真的是我做过最明智的选择 刘姐 你就别夸我了 这几天 茶楼的扩展速度要加快 但也要防着那个姓肖的 姜家和山水集团的事情 打了他很大的脸 他下一次出手 绝对会是狂风咒语 放心 我和张龙都交代过了 我的茶楼 还有他的珠宝店的员工流动 都有严格的筛查 姓肖的 要是敢出手 必定会被我们察觉 我闻言 你就不再说什么 接着我带着柳莹 就往现家属大院去了 高叔 你昨晚在电话里说 有事要和我们商谈 是什么事 我要和你商谈的是 和一位秦商朋友有关 他冲着荔枝家果的 美名远道而来 想要大批收购荔枝回秦地卖 他因为人生地不熟 所以找到了我 让我寻找有诚信的大水果商 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 所以把你喊来了 这不就是刚下雨 就有人送伞了吗 高叔 这活我能接 你小子 也别高兴太早 那名秦商 虽然想大量收购荔枝 但也是有条件的 有条件 什么条件 今晚这顿饭 我也邀请他来了 等一下你们详谈吧 我就是一个陪客 说话间 一名带着秦英的三十多岁男人 从外面走了进来 高现场 打扰了 刘老板 这位就是我刚才和你说的 孟田孟老板 他是一个十分有本事的大商人 什么行业都有涉及 天南地北的船 我听到孟田这个名字的时候 脸上露出一抹惊异之色 这个名字 我前世可不止一次听说过 前世的孟田在二十年后 是第一大情商 他的名声 五湖四海的富商都认得 都给他几分博面 现在的孟田 身家恐怕就已经过千万了 孟老板 久仰大名 孟老板 这位是刘大壮 我们凤凰县数一数二的 立志大户 现在凤凰县最有名的 吉祥茶楼品牌 还有张六福珠宝品牌 他都有股份 刘老板真是年少有位 年纪轻轻 就是这么多家连锁店的老板 我年纪比你大些 如果你不嫌弃 我称你一生老弟 你喊我哥如何 孟老哥不嫌弃我资产薄弱 够不着你的高度就行 刘老弟哪里的话 以老弟你的商业能力 将来的成就 绝对不在我之下 刘老弟 相信高富县长 已经和你说过我的事情 我也就长话短说了 我来凤凰县 是想要大量收购 一批荔枝加果回去 我们那边无法种植荔枝 再加上古时候 就有一记红尘非子孝 无人支持荔枝来得有荔枝之师 这也就导致了 我们那边的荔枝价格极高 我听高叔说 您对收购荔枝 还有点小条件 我不是第一次来月底收购荔枝 但前两次批发回去的荔枝 因为长途跋涉的缘故 到了秦帝 就烂了七八成 费时费力不说 还损失不少 刘老板 不知道能不能帮我解决 这个损耗问题 如果你能解决 我愿意出三倍的价钱收购 荔枝在秦帝 那可是一荔枝千斤 如果能解决损耗问题 就算给我三倍的价钱 他也是赚了 我闻言 整个人陷入了沉思 孟老哥 我有几个问题想要先问你 你说 你大量收购的这些荔枝 一定要保证汁水多 足够新鲜的状态吗 那倒不一定 毕竟这么远的路回去 就算荔枝不是很新鲜 夜淹了的情况都能接受 只要不是变质 烂了就行 也就是说 只要保留住荔枝的口感 能吃到果肉 就可以了 意思是这个意思 不过 孟老哥 你的意思 我大概明白了 你给我两天时间 我解决了你的要求 再来找你 听到我都这样说了 孟田将信将疑的点了点头 我们互留了手提电话后 又开始喝酒聊天起来 大壮 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找我 你这次和孟老板的交易 算是县里 一桩不小的水果贸易生意 县里会大力支持你 我闻言 也不客气 和他要了几个 食品加工厂的负责人电话 大壮 你要这么多食品加工厂的联系方式 是想要 高叔 我也不瞒你 孟大哥不是想要批发荔枝 但又不能让荔枝坏了吗 我早就想到了主意 那就是把荔枝都加工成水果罐头 这样不仅易于长途运输 而且还容易储存 口感上也不会比新鲜的差多少 大壮 你这个想法好 荔枝罐头 确实有钢盘 我也只是初步的想法 还能不能弹成 也只是硬说 这时 你尽管去弹 我会和他们打声招呼 如果你们能弹成 县里也会大力支持你们 第二天一早 我就按照高玉良给的电话和地址 来到了第一家县里的食品加工厂 福耀食品加工厂 是县里最大的食品加工厂 主要加工水果斧和猪肉斧 生意做的也不行 它的产品在附近几个县都十分受欢迎 站住 你是什么人 没看到这里是福耀食品加工厂吗 闲杂人等 不能进入 这名保安脸上始终挂着一抹趾高气昂的神情 仿佛生怕别人不知道厂长是他堂哥似的 你好 我叫刘大壮 来找你们加工厂的王林老板 谈一下合作的事情 厂长不在 你下次再来吧 现在这食品加工厂的老板有份不在 也该再赶回来的路上 要不你和厂里的领导说说 让我先进去 我是高 说了不在就不在 你哪那么多废话 赶紧走 你们厂长不在 其他领导在吗 我有一笔生意要和他谈 小六 怎么回事 我在那里面听到你和别人吵起来了 王主任 这个人说 要找我堂哥 谈什么生意 我看他身份可疑 别是其他食品加工厂的间隙 就没让他进来 干得好 我们不要食品加工厂 是凤凰县第一工厂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走进来的 王主认识吧 我是高副县长介绍来的 我真的有一笔生意 要和你们厂长谈 既然你们厂长不在 不如让我进去 我和你相谈 他居然认识副县长 这小子 不会是骗子吧 我看你这穿着 可不像是能在这个年纪 认识副县长的人物 小兄弟 想骗钱 还是走远点 我们不要食品加工厂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来 什么生意都接的 既然你们不相信我 那这笔天大的买卖 就此做吧 希望你们以后 别后悔了就行 说完 我转身就离开了 且 我服药食品加工厂 可是县城第一大厂 能让我们后悔的生意 还不存在 王主认 没必要和这些 小年轻稚气 还说想和我们厂合作 我看 最多就是 搞几百份食品礼盒 用来送人吧来 就在这时 一辆汽车开了过来 人呢 人去哪了 黄哥 你说的什么人 就是一个年轻人 叫 叫刘大壮的 他有没有来我们工厂 说要谈合作 王虎和王六文言 脸色微变 相互对视力 厂长 这刘大壮是什么人 值得你这么重视 当然要重视 他是连高副县长 都称赞的青年才俊 年纪轻轻 就成为我们县 数一数二的水果商 不就是一个水果贩子吗 堂哥 你这也太激动了吧 你懂什么 刚才副县长和我说了 他手里有十几万的励志 准备进行食品加工 就算美金只收他五毛钱加工费 那也是将近八万块的大生意啊 八万块 那可是我十年的收入 要是让厂长知道 我刚才两句话 让厂里损失了这笔八万块的生意 别说厂长只是我的远方表哥了 就算是秦哥 他也得废了 你们 真的没碰到那个叫刘大壮的老板 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服药食品加工厂 是县里第一大厂 安理说 他要寻找食品加工厂合作 第一个应该找的是我们才对 可能他有熟识的食品加工厂朋友吧 对对对 王林文言 微微点头 也没再说什么 毕竟高玉良也只是告诉我 刘大壮可能会来找我 现在看来 是我自作多情了 我逛了一天的时间 去了好几家高玉良介绍的食品加工厂 得到的结果都不太好 虽然这些食品加工厂的负责人 一听到我是高玉良介绍来的 而且有一大笔生意要谈 都表现得十分热情 可经过一番交谈后 都没谈成合作 这些食品加工厂 要么就是厂里的设备达不到我的要求 要么就是手上已经有其他的活 没办法全力完成我交代的加工励志罐头任务 看来看去 还是服药食品加工厂体量更大 更能达到我的要求 只可惜他们太高傲 硬把到手的生意 推出门 县里都没有合适的食品加工厂 难道我要去到市里 寻找市里的食品加工厂合作吗 我 我可能没办法娶你了 魏国 你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说过 你会娶我的 你说过 你会对我 对孩子们好的 这么快 你就反悔了 月娥 我 是我的错 是我对不起你 你这个混蛋 敢欺骗我妹妹的感情 我宰了你 孩子他爹 你冷静点 我冷静个屁 我妹妹已经被别人欺骗过一次 上一次 我没本事替她出头 让她吃了这么多年的苦 这一次 还有人敢欺骗我妹妹 我非宰了她 对不起 月娥 是我对不起月娥 刘山大哥 你砍我吧 我收着 你别以为我不敢 哥 你不能伤她 月娥 你这是干嘛 她这样欺骗你的感情 你还护着她 哥 算了 让她走吧 我就当是做了一场美梦 现在梦醒了 听到妹妹这哀愁的话 刘山手拿着菜刀 又心疼 又愤怒 一时间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还不快走 月娥 我 走啊 欺骗完我姑姑的感情 就想这么轻易地离开 没那么容易 今天必须留下一条腿 大壮 这是我和她的事情 你别管 你是我姑姑 我不管你 谁管你 陈卫国也没有要逃的意思 站在原地 眼睛闭起 准备迎接我的毒打 姑丈 说吧 你遇到什么事情了 现在坦白 你和我姑姑的感情 还能不救 大壮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虽然我认识陈姑丈 只有半个月的时间 但我也知道她的性子 她绝对不是那种 使乱中气的人 她如果真的是那种 喜欢玩弄感情的灯涂浪子 她大可装失踪了 何必还亲自来找姑姑一趟 和姑姑正式提分开 魏国 是不是大壮说的这样 你遇到什么事情了 不许说谎 大壮说的没错 我是遇到了点事情 什么事情 不能直接和我说 有什么困难 我们一起面对 你直接和我提分开 是什么意思 你是觉得 以后我们如果在一起了 遇到困难 我会甩下你 带着孩子跑了吗 没 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还不快说 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 我在的国营厂子 因为经营不善 入不敷出 马上就要进行倒闭清算 我这个厂主任的位置 也做到头了 用不了多久 我就会下岗 我刚还发愁 去哪里找个食品家工厂 帮我家工作一直惯了好 这不就是机会吗 我现在也三十多 快四十的人了 一旦下岗 工作就不好找了 如果这个时候 我和你结婚 我怕会让你和孩子们过苦日子 陈卫国 我在你眼里 就是这么吃不了苦的女人吗 没有男人 我刘月娥一样 能靠自己的双手 养活孩子 怎么 嫁给你 我就不能出去打工赚钱 和你一起养家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这个意思 就算你下岗了 我们也可以找点其他的伙干 听到刘月娥这认真的话 陈卫国心头不由一能 我真不是男人 月娥都不怕和我在一起吃苦 我反而自己先退缩了 月娥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 我就算是下岗了 我也一定会让你和孩子们吃饱穿暖 过上好日子 姑姑放心 姑丈不会失业的 她还能继续当她的食品加工厂主任 大壮 你能让你姑丈的食品加工厂 不倒闭 不能 那大壮 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 姑丈工作的这家国营食品加工厂 不是要倒闭清算吗 我可以买下来 国营转私营 让姑丈继续当这个食品加工厂的主任 买 买下来 我们大壮 要当厂长了 大壮 虽然食品加工厂要倒闭清算了 但厂里还有很多器材设备 你如果要把食品加工厂买下来 这些设备都得一起打包收购了 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 我就是冲着镇盛食品加工厂有完整的设备 才想买的 如果没有那些设备 我可不会去买一个食品加工厂的空壳 大壮 你买一个食品加工厂下来 是打算做什么 自然是要对我手中的十几万荔枝 进行食品加工 搞荔枝罐头 在场的都是自家人 我也没有隐瞒 简单地说了一下秦帝老板孟田的事情 只要荔枝罐头这个项目能成 我能赚不少钱 搞荔枝罐头 果然是一个好想法 这么大的荔枝罐头生意 也只有你 才有这个本事谈下来 大壮 你刚才说 等收购了工厂后 还继续让你姑丈当厂里的主任 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姑丈的能力和人品 我都是信服的 她又是自家人 这场里的主任位置不给她 我还能给谁 此话一出刘月娥和陈卫博 都对我千恩万谢 刘山夫妇脸上也是挂着一抹笑语 我说过了食品加工厂 既能成全妹妹的婚姻 又能保住妹夫的岗位 更能替我管理食品加工厂 这简直是一举三得 姑丈 明天带我去考察一下镇上的食品加工厂 第二天我送完学生餐 就来到了吉祥茶楼 地上放着许多腊肉 辣椒 以及一系列做香菜的食材 刘姐 食材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明天就是市里那位老前辈的大寿 你是主厨 虽然是晚宴 你也得早些来 放心吧 刘姐 我记得这是 大壮弟弟 还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和你说一声的好 什么事 最近茶楼和珠宝店都在扩张 招收了不少员工 你之前和我说过 要提防肖宇 所以对于新人的来历 我都做了调查 还真的让我发现几个人的身份可疑 他们是肖宇的人 对 他们不止一次和肖宇的司机肖哥联络 应该都是肖宇的亲信 最重要的是 这几个人常在茶楼的用水井 和珠宝店的改金房打转 不知道在打什么鬼主意 既是肖宇的人 那肯定是要干什么坏事 大壮弟弟 我的意思是 我们要不要先下手围墙 不 先盯紧他们 等他们有风吹草动 再出手 抓贼拿赃 我们要有证据 行 听你的 告别了柳人后 我去车回到了大石阵 国营食品加工厂大门前 陈卫国早已经在门口等待着 股杖 你在这里等我很久了 没有 我也是算准了时间 刚出来登役 股杖 那你带我参观一下厂子 和里面的设备 好 当即 他就领着我进入了工厂 参观起工厂里的环境 还有设备来 逛完一圈下来 我的心中也有了结论 这个厂子经营不下去 不是陈卫国管理不利 也不是工人的技术不行 而是他们的产品太老旧传统 没有创新能力的国营食品加工厂 注定了只有倒闭的下场 大壮 厂子的情况 你也看到了 地不大 只有几千平方 设备也有些年了 但机械寿命还有七八年 专门的维修工人都在 厂子里其他的工人也都是老手 绝对能完成你交代下来的工作和任务 厂子我还是挺满意的 你把厂长请来 我和他谈谈买工厂的事情 您就是刘大壮 刘老板 真是久仰大名 我叫王建树 是这个厂子的厂长 很高兴认识您 王厂长 你好 我听陈主任说 你想要收购我们这个食品加工厂 这厂子我买了 王厂长 你开个价吧 刘老板 太谢谢你了 如果没有你 我们厂子就要面临倒闭清算了 现在卖出去 至少能填补亏空 不至于让我背着黑锅下去 我欠你一个大安琴了 王厂长 我们还是先谈谈这个食品加工厂的卖价吧 我得看看你开的价格 我能不能接受 刘老板 我们这家国营食品加工厂的里里外外 你都见到了 有设备 有熟练的工人 买下来后 就能直接量产 你要的水果罐头 而且这厂地的租期 还有十年 因为是国营厂子的租地 租金要比私营工厂便宜很多 就冲成本这一块 都能为你节约不少租金 培训新工人 买新设备的成本 这样 我也不和你玩虚的了 一口价 八万块 设备 工人 厂地 都打包卖你了 工厂现在的账上 还欠了一万多的账 把这账一还清 卖了厂子后 还能有六万多上交 凭借这一成绩 我后面想要 输出呼呼退休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八万块 这也太贵了 王厂长 你如果没诚意 那我们还是别谈了 刘老板 那你说多少 四万块吧 这个价把整个厂子的东西 全部打包给我 我就要了 刘老板 你这直接杀一半价 也太狠了 我这个厂长 年轻时也是一个倔脾气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饿死不吃 接来之食的人 大壮砍价这么狠 会不会把厂长惹急了 宁愿倒闭清算 也不卖了 王厂长 你就说 你卖不卖吧 卖 就四万块 签合同 谁反悔 谁是小狗 老厂长的风骨 哪里去了 当天上午 王建树就拉着我 来到了镇办公楼 找到王财镇长 王财在得知 我要买下这家 食品加工厂 搞了一只罐头后 二话不说就批了 一个下午的时间 王财就拿着 新注册的 食品加工厂 营业执照 来到我面前 刘老板 所有的资料都齐全了 从今天起 我们大石镇 再没有国营 食品加工厂 只有你的私营工厂 按照你的要求 你的三颗励脂品牌 食品加工厂 营业执照 也已经办下来 希望你能经营好 这家工厂 成为我们镇 不 我们现第一纳税大户 那我就借 王镇长的几言了 刘老板 恭喜了 谢谢王厂长的成全